嗨,大家好,我是Sophie 今天给大家介绍一株非常美,非常可爱又香甜的蝴蝶兰 Phalenopsis canis schubert 这是一个primary hybrid 它的两个亲本分别是Valicia和Pucarima Valicia就是我们经常说的荧光蝴蝶兰 也叫紫纹蝴蝶兰 眼前这朵花呢 它的花瓣和花鳄呢,看起来就很像Pucarima 但是纯瓣的颜色和形状呢 和Valicia呢,就非常的像 几乎是一模一样,你看 这朵花呢,已经开了差不多两个月 有点褪色了 但是你看它这个纯瓣的颜色和形状 是不是几乎一模一样呢 现在呢,天已经有点黑了 就是从手机看上去呢 不清楚 而且颜色呢,偏红,偏紫 它本身的颜色呢,其实是偏蓝的紫色 非常好看,非常特别 它的香味呢,和荧光蝴蝶兰呢 也是几乎一样,很甜很香,但是呢,没有那么浓厚 它开花的习性呢,其实更像是Pucarima 花期呢,相对,单花的花期呢,相对短一点 但是呢,一朵接一朵 你看这一株呢,现在有两个花杆 这个花杆呢,是去年的,这个花杆呢,是新长的 去年这个花杆呢,你看已经开了很多花了 一朵接一朵的开 这差不多是最后一朵 那今年新长的这个花杆呢 刚开 它的植株本身呢,相对来说比较小巧 叶子的形状呢,更像是Pucarima 我真的非常希望你能看到它真实的颜色 我其实应该也许白天拍这个视频就好了 因为现在呢,已经看不清楚了 我把闪光灯打开看看 不行,现在还不够黑,打开 看起来更奇怪 这样看起来它好像是撒了一层金粉似的 怎么说呢,我觉得这株植物呢 它应该算是融合了两株原生品种的优点吧 植物本身呢,比较小巧 比较漂亮,又香 颜色也很美 照看起来呢,也非常的容易 中低光,室温 浇水呢,干湿浇替 非常简单 假如你有机会碰到的话呢 我觉着可以收一株 好了,谢谢